大家好,我们上一节呢讲解了关于我们被动注意和主动注意对我们学习的一些影响 以及呢什么是被动的来注意,什么是主动的来注意 那么除了我们来主动或被动来注意别的事物的之后呢 我们还要更为关注我们注意一个事物之后如何可以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事物上面 因此呢我们这一节呢就来讲解注意的集中以及呢它对我们学习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呢是注意稳定性的发展 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注意稳定性 注意的集中呢是怎样来发展的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简单的讲解一下 注意它的变化节律 可能呢我们在知道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律以后呢 可以更好的有利于我们来依据这个规律来更好的来规划我们的注意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注意它的稳定性的发展 那么注意呢在一定的时期内呢集中于某一个对象上面的一个特性 我们就称之为是注意的稳定性 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呢呃呃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的 一般来说从我们学前到小学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上升 然后初中再到高中还呈现一个上升的状态 那么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呢 整体上的发展就处于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么到我们成年以后呢 还会呈现一个缓慢的这样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 整体上来说我们会越长大 我们会注意越稳定 呈现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注意有什么样的变化解律呢 研究者呢就发现 这个哈布森这个人呢就发现呢 我们的这个注意呢 也会像潮水一样呈现这样一个起伏的状态 那么这个起伏呢有一个时间点 时间点呢就在于90分钟 我们有一个90分钟为限的这样一个周期 不分日夜出现的这样一个状态 每个人呢会稍微有一点差异 但是呢一般普遍的意义上来讲 我们心理学一般都从这个普遍意义上 或者是大部分人这样一个角度来出发 那么有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会很集中 就像老师现在讲课注意力很集中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注意顺托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注意顺托呢它就是指说 简单大家来理解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 看一系列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我们的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 那么在一系列的这个信息出现之后 在有其他的信息需要我们识别的时候呢 我们的速度就会相对的变慢 然后呢出现这样一个减缓的现象 这样呢就称之为是注意顺托 那么研究者呢也通过一些实验呢来探究 我们的注意是否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就像有一个研究者呢老师记得叫西登 那么他在06年呢就使用核磁共证来考察 我们人们在做一些任务的时候 我们的注意是否存在这样的起伏 那么当然这个任务呢完成了大家成绩都不理想 大家成绩都不好 之后呢研究者就来关注说我们用了不同的时间来做任务 他就来比较呢时间长的和时间短的这样不同的任务中 人们的脑区是否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结果呢就发现如果说需要时间很长 在这个单元中就是他切割好的这个单元 我们来关注这个单元中人们的大脑皮层有什么样的区域激活了 就发现呢和任务无关的那些相对应的趋活 区域的激活呢很高 而跟任务有关的这个区域的激活呢是下降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会觉得累了 它需要休息 因此呢就影响我们的注意呢 就像潮水一样出现了这样一个起伏的特征 因此呢确实从 即使我们从很严格的和词共振 从我们大脑区域激活这个程度来讲的话 确实呢我们也会出现了注意顺托这样的现象 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当然更需要在我们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 之前呢老师给大家讲了 我们脑的它也有一定的活动的时间 那么什么时候适合 什么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很集中 我们也需要关注这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注意这样的变化几率之后呢 我们就更可能的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 老师教大家这种方式呢 是首先来集中注意 然后呢再分配我们的注意 然后呢再集中注意 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波动式呢 可能更使于我们能够高效的来进行学习 那么这里呢老师要跟大家重新来解读一下什么呢 肘神 肘神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呢 一般很多时候老师都会很介意 在课堂上很多学生没有在专心听讲 不知道在望的窗外 不知道已经发散到哪里去了 那么我们新进的研究发现 或者是说我们已有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这样子的 当然这是区分情况 有的时候我们的肘神是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脑会进来不同新的信息 而我们进来新的信息以后 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呢 就是为了把这些信息转化成一个意义的形成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大脑需要一段时间来把这个新的信息呢 转化成一定 转化成一定的意义 跟我们已有的一些信息呢 建立一个连结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跟新进来的一些信息 又注意到一些新的内容的话 它是有冲突的 因此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必要的走神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家长来看 来听到我们这文课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很多时候小孩的走神呢 它是必要的 他可能在消化 他已经学的东西 而不是说他没有专心的来听一讲哦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来讲解呢 这些内容 关于注意的集中 以及呢 注意的它的变化节律 也希望呢 我们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 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注意 来更高效地学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